建安二十五年,洛阳城内,曹操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,这头疯病已经折磨他很久了,请来了很多医生也治不好,可能华佗再世都好不了,此时的曹操已经做好了去见云长的准备,后事也都已经安排好了。 不久之后,曹操病逝于洛阳城,将曹家基业传给了曹丕,曹操还活着的时候,曹丕谨言慎行,但是曹操一死,曹丕的本性就暴露了出来,做了很多丧尽天良的事,也难怪他活到四十岁就死了,曹丕即位之后都做了什么,他为何要这么做,这里是史约馆。 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。曹操在临死之前的最后一战,是跟孙权联手,除掉了关羽,当时曹操的头疯病其实有所好转,当得知关羽北上想要攻取相反时,曹操担心城池失守,因此亲自参与了作战,曹操率兵前来增援,给关羽造成了很大压力,因此关羽决定先退回荆州,暂比锋芒,但是关羽在前方奋战时,江东之人却从后面偷袭了关羽的荆州, 导致关羽被大军两面夹击,进退无门,不得不败走迈城,最终命丧于此,事成之后,东吴为了让曹操帮忙分摊刘备的怒火。 故意将关羽的头颅送到了曹操手里,在此之前,关羽的阴魂已经带走了吕蒙,如今这颗头颅到了曹操手里,恐怕曹操也是凶多吉少了,果不其然,当曹操当着众人的面打开盒子后, 却发现原本闭着眼的关羽突然怒目元征,死死地盯着曹操,把曹操吓得叫了出来,曹操被这么一下,原本已经在好转的头风病迅速恶化,曹操从此一病不起,在第二年的正月嫁和西去了,一代枭雄就此落幕,曹操死后,曹魏基业由谁来继承呢? 原来的最佳人选是曹操,曹操五六岁时就聪明绝顶,七岁时留下了曹操称相的典故,曹操不仅聪颖,而且还十分仁爱,经常帮助一些小官逃脱责罚,曹操虽然看在眼里,但是不但不生气,还十分赞赏曹操的做法,曹操在跟寻玉成玉谈话时,曾多次提起要让曹操继承大业,但是天度英才,曹操在十三岁时就得病去世了,曹操去世之后,曹操有心让自己 曹操自己的长子曹昂继承大业,因此他经常让曹昂陪着自己出征,大力培养曹昂,曹昂果然不负曹操的期望,不仅与军中大将关系密切,而且武力至谋都不输一些老将,曹操很欣慰,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,曹家大业就由曹昂来继承了,但是很可惜,意外还是发生了,曹操在晚城风流一夜丢了三件重要的东西,一是跟随自己多年的明马绝影,二是自己身边的名将古之恶来点, 三是自己培养了多年的继承人曹昂,他们全都死在了晚城,在曹昂死后,曹操的选择不多了,就只剩下了曹丕和曹植两人,曹植沉迷于文学,对于治理国家,带兵打仗的是一窍不通,虽然曹植很聪明,但是他本人却并不想继承着曹魏大业,尽管曹操看不上曹丕,但是也没有别的人选了,就在曹操去世的建安二十五年,曹丕来到汉县帝的寝宫, 逼着汉县帝将地位善让给了自己,将国号改为位,至此东汉灭亡,魏国建立,曹丕成为了魏国的第一任皇帝,曹丕对于自己能当上皇帝也很吃惊,经常借此跟朝上群臣开玩笑,有一次群臣上朝时,曹丕突然感慨万千,对群臣说道,要是掌兄还在的话,应该是他来继承这个位置, 要是苍书曹冲的字还在的话,这个位置也轮不到我来坐,曹操其实也不想将这个位置给曹丕,但是他已经没得选了,而曹丕之后的一系列举动,也证明他是真的不配当这个皇帝,曹操去世之后,按照古人的礼制,曹丕应当为父亲守孝三年,这期间不能大鱼大肉,不能寻欢作乐,这都是一些基本的礼仪,在古代,应该是身为人子应该做的事,几乎没有人做不到这些。 只有很少数的逆子才会违背,曹丕就是这样的一个逆子,曹操去世不久之后,曹丕就开始了自己的军事计划,当时曹操的老家乔县在刘备的手里,于是曹丕就盯上了包括乔县在内的上庸三郡,当时负责镇守上庸三郡的是蜀将孟达和刘备的干儿子刘峰,孟达这小子是个经典的墙头草,很快就投靠了曹卫,准备与卫军来个理应外合,在叛将孟达的帮助下,卫军不费吹灰之力, 卫军便拿下了上庸三郡,从军事角度来说,曹丕的决策很完美,让下侯尚语许晃,孟达里应外合,拿下上庸三郡,这并没有什么问题,但是接下来曹丕干的事,可就让人有些看不起了,为了炫耀自己的功绩,曹丕直接带着军队回到了老家,并且不顾群臣的劝阻,执意在老家开启了宴会,曹丕还在宴会上准备了大鱼大肉,和妃子们在歌在舞, 完全不像是一个正在守孝期的儿子,倒像是个刚刚结了婚的新郎官,有很多忠于曹操的老臣对曹丕颇有威慈,甚至有人因此离开了曹魏,转投了他国,这些老臣的离开并没有引起曹丕的重视。 曹丕身边的一些新上位的臣子还说,您已经不是当初的公子了,您现在是新皇帝,有没有那些老臣都一样?曹丕还真就信了这些鬼话,继续在乔县犒赏三军和当地的父老,乔县当地的人们也不是什么都不知道,也有很多人知道曹操去世的日子,他们也很疑惑,曹操死了还不到一年,曹丕这样大肆寻欢作乐,这合乎礼法吗?但是这些人也只是疑惑了一下。 随后就将此事抛到脑后了,反正死的又不是他们的爹,他们操什么心呢?就在曹丕在乔县狂欢的时候,有个老人看不下去了,站出来指责曹丕,这天晚上,曹丕正搂着妃子看人们跳舞,一位乔县本地的老人前来拜见他,曹丕心情很好,热情地将这位老人请到了自己身边,这位老人开口说道,卫王的父亲才去世不到一年,您不觉得这样大操大半破坏了守丧的礼书吗? 曹丕有些尴尬,他没有办法反驳这位老人,只好让侍卫去给这位老人准备些韭菜。 借此转移话题,还顺便可以堵住老人的嘴,老人并没有吃曹丕的饭菜,只留下了一句,身为异国之君,竟然如此伤风败俗,老朽休于与你同族。 随后这位老人便转身离去了,而曹丕在守丧期不畏父守丧,还做出了这大不敬之事,着实让人不耻。 曹丕除了不畏父守孝,他还残害了自己的手足兄弟曹直。 曹丕当上皇帝的第二年,他一直担心曹直会谋反,因此闷闷不乐,群臣都很不理解曹丕的这种焦虑。 在他们眼里,曹直只是一个书呆子,一心投入到文学当中,怎么可能谋反呢?而且曹直如果想当皇帝的话,那还有曹丕什么事? 当初曹直就是因为不想治国,才拒绝了父亲的看重,将这个继承大业的机会让给了曹丕。 如今曹丕反倒开始怀疑曹丕要谋反了,实在有些可笑,现在的我们看着可笑,但是当时的曹丕可是很严肃地在对待这件事。 曹丕将曹直喊上朝廷,让他在朝堂之上,在七部之内做一首诗,不然就得死,曹直也不含糊,七部之内便做出了我们熟悉的那首《七部诗》,其中的名剧本是同根生,相间和太极一直到今天都广为人质。 曹直做出了诗,曹丕确实没杀他,但是却把曹直贬到了偏远地方,曹直在被贬之地整天闷闷不乐,没过多久就郁郁而终了,曹丕不遵王父,残害手足。 他的名声可以说是一落千丈,人们对于他的评价也急转直下,但是曹丕依然没有收手,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更是让人们骂声一骗曹操死后,后宫里还遗留了很多妃子。 按理说,这都是曹丕的长辈,曹丕应该将他们遣散回家,不愿意走的也要安置在别的区域,但是曹丕才不管这些妃子是不是长辈,他直接照单全收。 将曹操的后宫变成了他的后宫,父亲的妃子,儿子怎么能强占,这简直没有人伦之理,曹丕继任之后,在父亲的手脏漆内,花天酒地,残害自己的亲兄弟,还强占了父亲的妃子。 这三件事拿出来,哪一件也是人神供给的大逆不道之罪,怪不得曹丕死后,人们说他是因为干了缺德事才英年早逝,现在看来曹丕只活了四十岁,没准真是因为干了太多坏事。 在两千年之后的今天,我们理性分析一下曹丕为什么会早逝,其实曹丕的身体本来就不好,在登基之后又整日花天酒地,纵情享乐,这样对身体的负担极大,也可能是曹丕英年早逝的重要原因, 关于斩龙剑的来历有着这样一个传说,传说在清朝乾隆年间,一个古董商人偶得一块宝铁献给了乾隆,乾隆知道此铁不是凡物,其中隐约藏着什么宝贝,于是便叫人把此铁分开,只见其中藏着一把金光闪闪的神剑。 后来某地闹洪灾,传说有恶龙在江中作祟,此龙可以呼风唤雨,导致江水上涨,周边民不聊生,乾隆便想借助神剑的力量来镇压恶龙,于是便命人将此剑悬挂在江中的古桥下,剑头朝下,直指江心,一夜之间洪水退去,再无恶龙作祟,据说恶龙是被此神剑斩了,不久此事便流传至民间各地, 此后,如果某地发生了洪灾,那么便会有人施法布阵,并在桥下挂上斩龙剑,寓意着神剑斩龙,保一方平安,其实这个传说中的斩龙剑所斩的并不是传说中的神龙。 而是蛟,蛟似龙飞龙,可以理解为即将变成龙的蛇,据说蛟入海便可化龙,在蛟往大海中游的过程中,所经过的江河会附近会发生洪灾,有了这把斩龙剑,蛟便不敢太过嚣张,胆子小的压根不敢经过古桥,胆子大的也是悄悄地路过,不敢兴风作浪。